這邊也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在今天下午我們召開國民中小學校長領選委員會 那我在這裡把這個領選委員會的決議做一個說明 我們是依據教育部108年1月15號 它的函是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之一 不包括國民中小學校長 也就是說在人事凍結的部分是不含國中小校長 所以領選委員會秉持一直以來依法行政的原則 尊重教育部的解釋 即日會盡速召開校長領選委員會 進行第二階段校長的領選作業 那同時呢領選委員會也有一個決議 也就是說為了使未來校長的任命更具有合法性跟正當性 領選委員會在征詢各界的意見後 決議參照多數縣市的做法 將校長領選作業有每年的兩次 在確保校長權益的前提下 彈性逐步調整在每個學年度之前來舉行 希望藉由這個杜絕政治干預校園的疑慮 然後呢選出最適任的校長人選 我想當時的確是因為時間上的一個考量 所以是比較算是 因為最主要就是當時 因為我們在等這個公文以及確認這個行政流程的一個急迫性之下 所以領選委員會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決議 但是接下來我們的一個共識也就是說 後續是逐步 而且彈性的來做一個調整 未來還是會在每一年的一個暑假之前 也就是新的學年度開始之前來完成領選 讓他能夠有一個整體的一個學年度的一個完整性 那這個部分呢 接下來會再陸陸續續的做一個開會 那同時呢也聽取校長們的一個意見 做一個考量 那處長可以簡單說一下嗎 就是一年一度的這個完整性 對這些校長或者說我們在領選上有什麼樣的優點好處 是這樣子 第一個它其實是全國性的 除了我們彰化縣以及新竹市 目前還是每一個學期辦理一次之外 那高中以及所有縣市的國中小校長的領選 都是在暑假辦理 那第一個我們當然是希望是能夠符合這個全國一致性 再者所有的學年度都是在8月開始 那對於整個一個完整的一個學校的一個學年度 我們也期望校長是從新的學年度來 來做一個學校的一個辦理的自選 會比較有一個連貫性 那我想第三個也就是說 因為在11月辦理的時候 也就是說去年11月辦理的時候 它其實是在這個領選辦法 其實是有點小瑕疵的 所以我們也期望藉由未來是在每一年的7月辦理 那避免後續還會有相關的事情發生 潛大師怎麼樣一個處理狀況 可以白話一點跟我們說明 我們要讀者這樣可能比較清楚 好 就是我們在去年12月4號第一階段的領選委員會議 這一邊所提出來的我們國中小的這個領選的一個申請的部分 就會依據原本各個學校各個校的校長他的領選委員會的一個結果 依照這樣的一個結果在2月1號調任或者是留任學校 那另外就是說 外界對於這次的這個領選風波的事件 有一個形容詞叫做彰化版的卡管案 對這個部分處長有沒有什麼樣的回憶 我想基本上領選委員會一定都是依法行政的 那我在之前也解釋過 在去年12月12號我們有韓文庆教育部 針對校長是否是屬於人事凍結的一個部分 那必須要等到教育部給我們一個明確的回憶 我們才有辦法接續後續的一個作業 那因為在1月10號今年的1月10號 也考慮到其實時程是蠻逼近的 所以才會 領選委員會再會重新開會 再做一個討論 那當時最主要的一個 也就是說在上一次的一個共識 大家最主要是希望 就是讓這個校長的一個領選 能夠跟全國一致同步 讓他確保學年的一個完整性 所以在上一次的決議 才會希望能夠調整在 以後固定在每年的7月底來做舉行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